有生命故事的声音 能改变生命的 能拯救生命的 翻天覆地的生命 二无反顾的生命 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 源源不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梭圣经内 主已发声 以真理生活 就尚择路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 穿越圣经 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 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阳神话语的人 上一次节目时间 我们查考分享了 但以理书五章一到十四节的内容 我们先来重温 主前605年 尼布格尼撒攻陷并且洗劫耶路撒冷 66年过去了 尼布格尼撒在执政43年之后 亦死去 他的儿子 以美米罗达和他者夫尼格沙勒撒分别在主前561至559年和主前的559至556年期间统治过巴比伦 在主前556年尼格沙勒撒年轻的儿子接触作王 三个月之后 巴比伦王朝就由尼邦拉达斯执政直到主前539年 白沙勒撒王就是尼邦拉达斯的儿子 他和父亲在主前553至539年期间共掌朝政 尼布格尼撒被称为白沙勒之父 当中亦含有祖先的意思 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尼邦拉达斯碑处当中发现了白沙勒的名字 白沙勒和他父亲尼邦拉达斯曾经一度共同掌政 当他的父亲外出设法恢复被鼓劣和波斯人占据的贸易通道的时候 白沙勒就负责坐镇管理国务 巴比伦城被马代波斯攻破的时候 正是白沙勒管理巴比伦城的 白沙勒和他父亲尼邦拉达斯共同称帝巴比伦 分别占据了第一和第二高位 至于能够读出场上神迹文字的人 将得到赏赐 会在这个国家那里位列第三 这个是白沙勒可以提供的最高职位和尊荣 虽然写在墙上的只有几个亚兰文字 是一种巴比伦人都识的文字 但是大家这一次却看不明白当中的含义 而神就只是单单给了 但以你有这样的能力 将这个审判讯息解读给巴比伦人知道 虽然是有丰厚的赏赐 不过哲氏都没办法理解神的智慧 但以理他并没有和这些哲氏一切入供应使 他所忠于的是神 而不是金钱 你是秘魯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 王在确认但以理的血统和身份 暗示他对但以理早有所闻 这也表明当新王登基的时候 作为巴比伦宗哲氏之首的但以理 可能是失去了地位 并没有和新王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接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但以理书五章十五到三十一节的内容 王现在请求但以理去解读皇宫粉墙上的字 但以理是在巴比伦一众哲氏 遭受失败之后才出现 这样可以看到神的安排和护理 令但以理更加戏剧性地彰显出从神以来的智慧 从而将荣耀归给神 但以理书五章十五至十六节话 现在哲氏和用法术的都领导我面前 为叫他们读者文字把讲解告诉我 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 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而画 现在你若能读者文字把讲解告诉我 就必身穿纸袍 航大今年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白沙撒用了很多好说话讨好但以理 同他说如果他可以解释到哲氏解释不到的文字 那就可以在国家位列第三 但以理可以得到这些哲氏原本相同的掌赏 这段经文罗列了白沙撒对但以理的赏词 也暴露了白沙撒只要有金钱和权力 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种的拜金主义思想 还有就是他根本不认识神的那种堕落的圣情 但以理书五章十七节记载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 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 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 我却要为王读者文字把讲解告诉王 其实但以理根本不屑这些赏赐礼物 他完全藐视白沙撒王 我相信如果白沙撒王不是过度恐惧 他真的绝对不会遥述这个但以理 但以理何必要这些奖赏呢 根本用不了多少时间 这些奖赏就没用的了 但以理解释场上的文字之前 他先向白沙撒来去讲道 对这个年轻的王来说 这个可能是他听过最好的读 但以理不再是当年来到老尼布加尼撒王面前的那个年轻人 他现在是来到这个少年君王面前的老年人 当年但以理和尼布加尼撒之间并没有代沟 现在他和眼前这个少年的王之间也没有代沟 但以理首先拒绝王的赠品赏赐 体现出他不被物质所束缚的这种清廉性情 和单单要宣告神旨意的耿直性格 以及他刚强无据的信仰 他拒绝了王的建议 目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 令到王和一众大臣知道 但以理不被世上的财物或者利益所左右 第二 让他们认识到 但以理无论宣布什么内容 是祝福还是咒作 当中都是无偽的真理 但以理拒绝钱财 却甘心情愿地为王来到去解读文字 表现出他对王的谦卑和忠诚 还有就是对神的旨意和命令的信服 也都具有审判那些不认识神的世俗权力的性质 但以理以尼布格尼撒王为例 指出白沙撒王的骄傲 和泄毒神圣的偶像崇拜 然后他就解明了 有关巴比伦的灭亡 和王的最后结局 这些奋长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的经文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 但以理的清廉之心 并且在他在王面前 只讲实话的刚强信心 但以理书五章十八至十九节 经文记载 王呀 至高的神 曾将国位 大权 荣耀 威严 赐予你父 尼布格尼撒 恩神所赐他的大权 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 战惊恐惧 他可以随意生杀 随意升降 但以理向白沙撒王回顾 神如何处置他的祖父 神曾经赐尼布格尼撒王位 给他皇国 然后但以理告诉白沙撒 有关尼布格尼撒的经历 为了要指出王的狂傲宣布神的审判 但以理首先将先王尼布格尼撒的狂傲 和神对他的惩罚 作为实际参考的例子 换言之 但以理在宣告出 白沙撒明明知道先祖尼布格尼撒因着狂傲 而受到神严厉的惩罚 不过他不单止没有受教 反而变本加厉更加骄傲放肆 因此也没有办法逃避神的烈怒 这是一种出于信心的行为 只有全现依靠神的人才能够这么大胆地 向面前骄傲暴虐的君王作出这番宣告 但以理反复强调 是神将权势赐给世俗的统治者 并且 神必定废除 骄傲的人 高举使用 谦卑的人 但以理书五章二十至二十四节记载 但他心高气傲 灵也光碧 甚至行事狂傲 就被夹去皇位 夺去荣耀 他被赶出离开世人 他的心便如瘦心 与野牢同居 吃草如牛 身被天路敌塞 等他知道至高的神 在人的国中掌权 凭自己的意志 立人治国 白沙杀 你是他的儿子 你虽知道这一切 你心仍不自卑 竟向天上的主自高 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 拿到你面前 你和大臣 皇后 飞瓶 用这器皿饮酒 你又赞美那 不能看 不能听 无知无色 金 银 铜 铁 木 石 所造的神 却没有将荣耀 归于那手中 有你气息 管理你 一切行动的神 因此从神那里 显出指头来 写者文字 但以你对白沙杀的 这一番广道 可以说句句 都切中要点 并且强而有力 神将皇国 赐给尼布甲尼撒 让他有 绝对的统治权 是没有人可以质疑 或者妨碍 尼布甲尼撒 一切的希望 和想象 就可以成为 皇国的法则 但是当尼布甲尼撒 内心充满 骄傲的时候 神就要令他 谦卑 让他经历 悲惨的事件 当但以你提醒 白沙杀有关 尼布甲尼撒 谦卑的经验的时候 不要嫌但以你啰嗦 或者当时 但以你确实 是有些沉气 不过他一心 要提醒 这个年少轻狂的君王 如果皇恩着 骄傲而高抬自己 这个行为 不是因为他饮罪 而是因为 他内心的疯狂 白沙杀 叫众自负 虽然他知道 祖父精神失常 曾经淪落到 好像野兽般过日子 他并未因此得到教训 反而犯 涉毒性物的罪 濫用由耶路撒冷圣殿 夺取的盛器 他是藐视永活真神 因为涉毒神的器皿 等于嘲笑神 侮辱神 是明知的故犯 不思悔改 神只是毁灭那些 知道事实 却不去理会的人 在大章难期间 被迷惑的人 就是拒绝了光的人 贴撒罗尼加后书 二章九到十二节 保罗说 这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 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沉迷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受 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荒 使一切不信真理 堵起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但以理话比白沙实志 有关神运作的原则 保罗后来 亦都是提到相同的这一点 将圣经了解透切 将圣经融会贯通 日韩福音五章四十三节 主耶稣说 我奉我奉我父的命来 你们并不接待我 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命来 你们倒要接待他 当人背离真理的时候 就是向异教 或者各种主义 打开自己的心 这是异教 和各种主义快速成长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听到 这么多关于信魔鬼拜撒旦的事呢 但愿我们都能够更加 认识到圣经 寻找到真理 我们迫切需要圣经的教导 讲的道 其实已经听得够多 很多人又讲出 自己心中怎样想 不过我们所要知道的 其实是神怎样说的 你和我的想法有什么重要呢 神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 但愿你讲道的结论就是 这些字是神写的 这位神就是白沙沙所藐视 嘲笑 舍读的实 有人很想知道 白沙沙是否犯了不可遥数的罪 其实你心中有数 我知道白沙沙本来都有机会 接受真理 不过他拒绝了 在这段经文里面 扮以你轮到白沙沙王的具体罪行 你知道这一切 你心仍不自卑 这一句所指的是心中肛硬 摆出骄傲 不知羞恥的态度 明知故犯的罪 一定比因无知而犯的罪更加严重 亦绝对无法逃避神的惩罚 而且审判是致命性的 这一段经文描述白沙沙的罪恶就是狂傲 拜偶像 偷窃神的荣业 气息 所指的是生命或者灵魂 一切行动的 是指对生活的计划 或者对生活的态度 即是关于人类生活的一切 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者文字 这一节暗示审判的主体就是耶和华神 即是说神为了指出白沙沙的罪恶 并且施行审判 而启示出将要发生的事情 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记载 所写的文字是 微尼 微尼 提克勒 污法以身 讲解是这样 微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 到此缘不 微尼可以翻译做数算 二诗也可以说是一算再算 神已经数算了巴比伦国的日子 我们都有句古老说话 说时日无多 这里的意思都是一样 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记载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只有神知道我们是否时日无多 我们在世上的旅程 可能很快就要结束 微尼 微尼 指巴比伦国的日子 神数算完的了 神不断记录每一个时刻 事先决定了我们日子的长度 这些是我们无力改变的事实 神将巴比伦帝国所有罪业 看在眼中 定了他们的期限和滅亡的时间 等到日期一满足 就将巴比伦交给马代和波斯 神数算白沙撒黄的时代 要结束他的统治 微尼 微尼 这一句的重复 是为了强调三点 第一 神已经彻底地数算 第二 白沙撒黄的罪孽深重 第三 黄的时候到了 只能结束 神并不是单单数算 巴比伦帝国和白沙撒黄 而是数算世上的万国和所有世人 因此 世界历史的轻衰传亡 全部取决于神的护理 历史正是朝向著神的目标而迈进 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七节 提克勒 就是你被秤在天平里 显出你的规险 提克勒就是秤重的意思 巴比伦被放在天平上面 结果发现他的重量不足 巴比伦人根本不够分量 他们太轻了 过去神高抬巴比伦 现在神就要巴比伦降碑 为什么呢 因为巴比伦达不到神的标准 启示录第二至三章 就提到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在那里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灯台中间行走 灯台是代表教会 主耶稣收剪灯芯 淋上游 拿走那些不发光的灯台 今天 主也都是审判着教会 他对每一个教会说 你们要悔改 因为还未达到标准 今天 主也都对你对我 说出同样的说话 我们的义不单止不足够 而且只不过是 污租辣搭的一块难部 只有神的义才经得起考验 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记载 但如今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正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你看看 神是要衡量人的行为的 提克力 是秤重的意思 意思就是指 白沙撒黄被放在天平那里 来秤的时候 显出他的不足 天平是正确测量重量的工具 表明神必定施行公正的审判 神也都必定 以他一贯的统治原理 来施行公义 但以理书五章二十八节记载 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 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 皮勒斯就是分裂的意思 巴比伦国要分裂 要变成为马代和波斯 换句话说 这个金头要被移除 接着就轮到银首臂就位的时候 神才是世上最高的领导 以西结书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记载 我要将这国庆福 庆福 而又庆福 这国也必不在有 直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 我就慈悉他 神是会继续庆福直到基督再来 神一直在那里掌权 而基督就是那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 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 皮勒斯是希伯来华的音译 代替了福数的乌法以身来使用的词语 意思是说黄的国将分裂 龟与马代人和波斯人 乌法以身当中的乌 是希伯来华的连接词 具有并且或者但是 这样的意思 这个是有关于巴比伦帝国的分裂 和白沙撒王的下场的预言 而当晚就得到成就了 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九节 白沙撒下令 人就把纸袍给弹以理穿上 把金链给他带在颈项上 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 注意这里再一次提及 他在国中位列第三 弹以理书所说的是完全正确 尼邦拉达斯是真正的王 白沙撒是尼布甲尼什的孙 在国中位列第二 白沙撒王当晚就赏弹以理 并且让他在国中位列第三 王这样做是为了维持自己的颜念 也都是因为王还未认识得到 事态的紧迫性 但以理书五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记载 当夜加勒底王白沙撒被杀 马代人大利乌年六十二岁 取了加勒底国 正在举行研迹的时候 马代人他们就在巴比伦城墙底下行军 而因为巴比伦城墙底下的混河水道已经被改道了 就好像之前所说的 这座城的城墙下面是一条混河 这条混河是流经传承 带给他们水源 现在河道已经被撤断 回流回到右法拉底河的主流 马代首领带领他们的部队进入城内 就是到了宫殿地区 历史记载当首位法国有状况的时候 敌人已经入到城内 白沙撒被杀 国家被马代人所灭 但以理解释 如实地成就 当晚白沙撒王就被杀 巴比伦国遭到灭亡 落入马代人大利乌手中 在白沙撒王和所有官员 设摆盐席 饮酒作乐的时候 正正就是外敌 耶杂令巴比伦遭受灭亡的那一日 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 敌人破城之后 他们见到很多大罪纷纷的官员 这道之所以记载大利乌的年纪 是为了暗示他已经年纪老迈 以及马代国的国魂 其实并不长久 但以理书第六章 可能是圣经当中 最为人熟悉的一章经文 也是这卷书当中 最有名的一章 因为他讲述 但以理被扔入狮子坑中的故事 但以理只是在狮子坑留了一晚 却在二教皇宫里面度过一生 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人 一直活到九十岁 在宫廷里面的生活 比起在狮子坑中过一晚 其实更加危险 狮子不能够动弹以理一条无法 但是在尼布甲尼撒 尼邦拉达斯 白沙撒 以及马代人大利乌 古列等等这些异族的公众 但以理是事常感 深陷危险的 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 我们先停在这里 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 我们继续扮以理书的研读查考 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oul Podcast Casts